这个假期我们领着Wendy一家来到了报国的哈尔滨 玩了两天我才发现不太对 因为哈尔滨的特色是冰雪 教堂和外国人 也就是说 Wendy他们好不容易坐了一趟25小时的飞机出国了 而我又开了5个半小时的车 给他们送回去了 到了哈尔滨 当天下午 尔滨就特别给面子 天空飘起了雪花 满街都是游客 好多游客 尤其是南方的朋友 看见天空飘雪 突然就停住了脚步 拿起手机就对着天空拍 Wendy把他看着别人拍他也拍 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人家拍啥呢 他怎么也想不到 吸引所有游客 拿出手机一顿狂拍的东西 是雪和旧糖 这两个他家乡盛产的东西 反正就是别人拍他也跟着拍 他俩姑娘也跟着他拍 最后Niko是实在控制不住的说 妈咱拍啥呢 Wendy说 我预测天空中一会儿会出现一条龙 出现一条龙 然后我们去冰雪大世界 我爸说 这扯不住 我忘了你们加拿大游冰 咱溜一会儿去走也行 Wendy说 别走啊 加拿大游冰 但没有冰灯啊 全世界能想到 往冰上装眼珠子飞样的 只有中国 这多好啊 我不走 Wendy看得老开心了 但是我们去的那天 他回文 很多冰雕他都化了 Wendy指着太极灵 说自己终于看见了比萨斜塔 然后来到了这个冰雕面前 非常激动 非要照相 我就心想 这也看不出来是个啥呀 他怎么这么激动呢 Wendy说 蔡凉 你做到了 我们真的出名了 这不就是我们一家吗 左上角还有个好 还有个好 我爸说 尔冰啊 第一个特点是冰雪 这个确实 加拿大人可能是净 但是没事 尔冰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外国人 我说啊 这个他们肯定是没净 我爸就找了一家俄罗斯餐厅 因为在这个餐厅 定时有俄罗斯演员表演节目 我爸还特意定了第一排的座位 准备边吃边欣赏 结果呢 那个俄罗斯歌舞表演 本来说是一点钟开始 但一点钟光上了一个乐器演奏 阿门口那等着上菜 我就发现观众开始直勾勾的盯着我们这桌 然后我就听着有客人说 那演员可第一排吃饭呢 应该马上就要跳了 有个大哥录过晚这桌还跟温迪说 跳啊 跳舞啊 温迪愣了一下 然后跟俄闺女说 那就跳呗 萨尔就跳上了 温迪一边跳还一边说呢 这节目咋还不开始呢 但是已经有客人放下了筷子说 快必吃了 节目开始了 都跳挺长时间了 我听着我大姨说 这俄罗斯演员咋不上台跳呢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解释一下 我说这他们是客人 不是演员 大姨听完立马跟他老头说 那这家苏联菜应该是正宗的 那苏联人自己都来吃 那苏联人自己都来吃